以副委會主委卻想當CEO 來形容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二零二零 上午韓國瑜被問到他的看法 他有聽到但選擇不回應 好 市長要不要回應一下 那個劉又彤的CEO 高雄市長韓國瑜出席 臺灣創業連鎖加盟展開幕 拼市政 拼經濟 不過外界更關心的是 他如何回應郭台銘的核心幕僚 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又彤 以副委會主委卻想當CEO 來形容他要代表國民黨出征這件事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副委會主委嗎 沒有 再問一次 你覺得自己是副委會主委嗎 只是怎麼問韓國瑜就是不回應 眼裡看的只有參展的廠商 想談的也只有市政議題 但是被問到八八風災紀念活動 被批向造勢晚會 韓國瑜聽到了也不願多講 只是搖搖頭 市長你昨天晚會被說是造勢 你怎麼看啊 市長 至於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 要到台南選立委挑戰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 韓國瑜怎麼看呢 他的回應依然是這樣 蘇蘇姐要挑戰台南最艱困的立委 去幫他加油 韓國瑜似乎就是打定主意 不多說要把發言權留給發言人 民主國家的權利就是人民賦予的 所以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老闆 那身為公職人員呢本來就是要幫人民謀福利 那如果說市長當選之後 自然就會幫人民找一個最好的CEO 被算是府委會主委 韓國瑜不願多說 應該就是不想撕破臉 撕破臉